所有这一切符合环境标准的恰恰就是我们所说的太湖平原这块土地 这是古人理念之中的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我们把它叫做经济重心 也可以把它理解为GDP最高的时代 当然我们中国人在农业这个问题上 或者说在世界处于农业社会发展阶段的那个时代 几乎始终站在那个时代的金字塔尖上 当然从18世纪以来伴随着工业革命 世界进入了工业社会阶段 今天的21世纪进入到了信息阶段 但是所有这上下5000年粮食农业始终没有离开我们的生活 所以说民以食为天农为榜本 但是在以后的生活之中 农业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发展 是不是我们的所有食物来源都会像现在一样 有土地来提供 我看过 曾老师写过一本书 50年以后 我们的农业是什么 所以我想呢 我在简单谈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之后 下一步的讨论是由你们几位来继续延伸了 好 谢谢各位 好 谢谢韩老师 精彩讲述 这个 阿老师的讲述呢 给我们 他讲的是非常早以前的事情 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 是 确实叫心之大会 其实有一种非常新鲜的感觉 新鲜的感受 这个里面不只是有知识了 比如说中国这个 我们吃的粮食的起源 还有一些韩老师的研究和思考 比如说 微微三十度的问题 贯穿了这个 这个整个 这个韩老师讲述的 始终 下面我们请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考古文博 历史学院的考古文博系的 陈胜前教授 本来是准备等这个 唐老师讲完我在讲的 这个 我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因为我这个书上 其实写的观点 跟韩老师差不多 但是我想今天在讲的时候 如果就是 再继续一遍的话 可能就 没什么太大意思 所以我觉得 我们四位老师的话 可能是在做一道菜 这个唐老师 韩老师提供的是 肉鱼 我就提供一点调味品 不一定 所以我就准备讲一讲 提供点辣椒 加点辣椒面 是吧 南美洲起源的辣椒 因为这个题目呢 这个观点其实不是我的观点 这是那个很有名的学者 贾雷德·戴木格的一个观点 他讲的说这个农业 可能是人类研发史上的 最大的一个失误 因为这个 之所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的话 它是有很多的理由的 首先是这个农业 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这是相对于 跟狩猎采集群体而言的 在狩猎采集时代的话 人类吃的饮食结构 是比较全面的 是吧 他讨论 德蒙就是写枪袍细菌 对对对对 就是他 就是他 这个 这个 在狩猎采集时代 人类吃的很均衡 但是到后来农业时代的话 饮食就变得比较单调 现在我们一些考古材料上 就显然的就发现这个农业 爸爸是汉代的农业 这个小孩到两岁到五岁的时候 明显看着到 他营养不了 发育跟不上去 还有这个 像这个腿骨 像我们在一万年左右的 这个东湖林医植 北京的东湖林医植 发现的这个人骨材料 它的骨壁就明显的变薄了 明显的变薄了 就是活动太少 营养也不像以前那么好 是吧 这个还有特别重要的原因 是带来了这个 因为定居所带来的影响 一定居之后啊 这个饮水被污染了 人口密度增加 这个传染病增加了 所以寿命其实 农业起源 刚起源的时候 其实寿命是缩短了的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响 这个我们学历史的人 影响就更清楚了 因为农业带来了社会的分化 带来了一些人对另外一些人的剥削 带来了另外一些人的控制 就是我们所说的文明社会 也是这种奴隶社会或者封建社会 这种人对人的控制 这个是前所未有的 人对环境关系的影响 这个也是特别的明显的 因为这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看到这种 大量的森林被砍发 沼泽被排干 大量的土地都变成了农地 人类的生态景观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就是说农业 它从三个层面上 对自身 人与人 人与环境 这三个方面都带来了 挺大的负面影响 这个戴蒙德特别强调的 可能还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资源的浪费 这个资源的浪费的话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 一个方面的话 主要是这个农业会需要大量的储备 这个储备的话是很难把握的 你很难知道这个储备 什么多少是合适的 这是相对狩猎采集者而言的 狩猎采集者他们采的 马上就吃冲击